譬如第一题 这些最主要你要留意的是写法 这一条是要你证明它是一个直角三个形 它要你证明它是一个直角三个形 你记住你的做法 就要像你今年教的 Itenity的那一货那样 类似左手和右手这样去做 好了你能不能回答我 如果这三个形是一个 右角度的线的话 哪一条边是Hypotenuse BC BC 好 为什么 是一个right angle的正对面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个角A是 那个所谓 因为1.5 1.5sqa加0.8sqa 等于1.7sqa OK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1.7是三条边最长的那条 最长的那条边 才会是Hypotenuse 记住是要这样写 我们是要算出来的 0.82sqa加1.5sqa 按下 然后BC的二次就等于1.7sqa的二次 这个三角形就是right angle triangle 对不可以 为什么你这份东西我没有 我找不到 之前 你给我的 不是你给我的 是在你学校的网站 奇怪 是的 OK 好 第一题可不可以 可以 就是最想 第一题 其实想做给你看 就是那个 那个表演 我先看一遍 好 OK 不用写原因了 哎 你呀 哈哈哈 对不起 我写漏了原因 原因是converse of Pyfagoras theorem 那你记住了 如果它是直觉三个形 就要写这个reason converse of Pyfagoras theorem 如果它不是的话 那你就不用写原因 就没有原因 可以吗 OK 好 好 然后第二题 这一题 也是很常见的 题目来的 常见的意思是哪部分常见 就是这一部分常见 有个比例 就是不过这一条就有少少不同 就是同学院先想 那它有比例 那你今年form 2 你学了有一课叫 Rage and Racial Proportion 那如果是 记得吗 嗯 而如果是的话 其实我们会怎么做呢 其实这条都不是十分容易 我们可能会用一个叫K method的东西 我们就会 CD就会是5K BD就会是2K 有没有印象 有 K method 好了 所以图里面呢 这个我们就会写作5K 这个就会写作2K 嗯 OK 好了 那你都要留意了 就是你逢出用K method 你必须要写给别人看 K不得是0 好了 然之后 这个图里面呢 是只有两个直角三角形 分别就是 左边这个 和右边的这个 搞清楚了 最大的ABC 它没有说是直角三角形 最大的那个 它没有说是直角三角形 OK 那这条线 这条线怎么做呢 你要记住了 Pyfagoras theorem 只可以应用在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在BCD那里 我们是可以写到 其实AD的二次加CD的二次 记住是要5K二次图住的 如果这里你不图 你的数字已经错了 这里 记住一定要图住 好了 要解释给别人听 这条线为什么我写到 因为我用Pyfagoras theorem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会计到 其实AD二次会是 26的二次方 即676 就减25K二次 这里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是吧 你记住 5K是要图住 如果不是 你就未必能计到 是25K二次 你就可能就这样寫 5K二次 就算了 那条线你就已经错了 好了 然后我们照版主板 在右手边的直角三个形 绿色那个 都是逐一次Pyfagoras 那你就会有 AD的二次 加2K的二次 等于 4开方37的二次 也是Pyfagoras theorem 所以我们会计到 AD的二次 其实会是多少呢 其实会是592 就减4K二次 可以吗 嗯 好了 而这些数特别在于 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AD 不知道AD是多少 不过不要紧要 因为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方法 去找到AD的Square 所以这两个数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会写 676-25K Square 就会等于另外一个 592-4K Square 那这条方程式呢 应该可以令我们计到 K是多少 那就转一转 21K二次 就会等于 84 所以K二次就是4 这里可不可以 嗯 好了 所以K呢 就可能是2 或者K可能是-2 因为你这一课 你学Square root 你会知道 其实每个 每个正的数 它会有两个Square root 一个是positive 一个是negative 一定要寫负的 其实是的 不过这个负的 我们会拒絕的 会拒絕了它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K似乎是 跟边场有关 那边场不会是负数 但是你拒絕它还是拒絕它 但是你不可以不写 OK 这里都可以 对不对 OK 好了 如果是 如果是 我们计算K又如何呢 人家的题目叫我们计算什么 其实 The length of AD 哦 搞这么久 原来真的要我们计算AD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2 就代回去 这两条式 事单一条 那我代入这一条 所以就是676-25乘4 因为K二次方是4 所以我们就按机 就会是576 但是这个是AD的二次 所以我们要计算 这应该是开方的576 即是24cm 对不对 嗯 这一条数呢 我会说 其实就不算是 就是十分简单的 这一条 不算十分简单 可以 总答案是576 的开方 OK 因为它要的是AD 而我们的576 其实是AD的二次 OK 嗯 这一条 哇 其实我们应该是 做不完全部的 不过这条我也觉得是值得做 好 看题目先 看完没 OK 好 明不明 有些边场给了的 例如AC AC就是整条线 AC是整条线 39 另外就BD BD 这个 而且 它很有趣 你小心 它给了一个面积 但它所谓面积 其实是说 两个三角形 它们相差多少 两个三角形 它们相差 就是右手边那个 和左手边那个 相差300 OK 就是这样 那其实呢 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呢 其实你知不知道 整个三个人的面积是多少 24x39 除二 除二 整个呢 就是24x39 除二 好了 所以这个面积 譬如我写Area 我整个 ABC 就是24x39 除二 468cm2 而它要我们计 其实就是计 下面那两条边 各自的长度 那你有没有什么头绪呢 而左右两个就相差 就是面积 就相差 300 你会怎么计 嗯 多一些东西进去 嗯 就是 AD等于X DC等于Y 然后 嗯 我不知道 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你代表XY OK的 如果你代表X 这个不用Y 39-X 就行了 哦 是吧 就是你如果可以的 我们都不用那么多 未知数 好了 如果是 OK 这个可以 那之后你会怎么做 然后 整个Area 就减 Triangle BAD 等于Triangle BDC OK 那就是你又会说 这个底乘高 除二 就 加这个底乘高 除二 就等于468 这样 是 好了 但原来这样 你计不了X 这样你计不了X 虽然你这条貌似 是一条关于X的equation 但是你再做下去的话 你发觉所有东西都会弱 所有的X都会弱 你只会做到468 等于468 就计不了X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原来你这样做 你使用X是OK的 只不过你一定要用这个关系 你一定要用这个关系 如果是的话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左边的三角形 就小一点面积 右边的面积 右边的面积 OK 其实是OK的 你这个想法 左边全部都超过2 那我不如这样 我将超过2 乘过去对面300 就令它变600 然后那个括号 左边的括号 乘开去 936 就减2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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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600 做到这里 你不如帮我计算X是多少 做不到这个位置 你去到哪里 就是是不是随意会弱了它 不是弱了 这两个随意 就是这两个over2 我会把它乘过去对面 就变600 那为什么 OK 行不行 可以 OK 是吧 936是怎样来的 39乘24 然后就减24X 减24X 减24X 就是600 那我减24X 减24X 不就会弱了 怎会呢 你都说减24X 减24X 那就是减48X 对不对 是 可以吗 OK 帮我计算X 0.75 那X是0.75 真的吗 我计算是这样 7 计算是 不是负36 再取回负2 负36 何利有36 68-936 336 336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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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负336 除回负48 是负0.5 这一行 如果我再做 是不是 48X 就等于 936-68 就是336 你先按这个项目 你按这个项目 -48X 等于-336 是吧 那一样 你脱一脱去 答案是多少 我计算到了 7 是吧 那我要小心 因为X 是用来自行的 所以要试反答句 要我们计算是AD 和CD 所以AD 其实就是7 而CD 其实是39 就减7 所以32 可以不可以 应该就是CM 可不可以 OK 但是说真的 我觉得这个做法 当然做到 是可以的 但我觉得 这条式 其实这条方程 就可能有少少麻烦 那如果你问我 我会怎样做呢 其实我可能会这样做 我另外写一写个字 我会怎样做呢 其实我未必会 这个X 我会怎样做 我会 这个A 这个A加300 因为题目说 右边比左边大300 那么一个A 一个A加300 明白为什么 那有什么用 是的 但是你A加A加300 其实就是468 总面积 所以2A 就是168 就是468 减300 那A 就应该是84 这里能不能跟到 哦 跟到 是不是 那又怎样呢 那原来 面积 哦 算了A 所以 左边的三个型 就是84 那右边的呢 其实就是 468 或者是 384 相差300 这里应该都可以 那所以 左边的三个型 就是AD 乘24 除2 等于84 乘2 乘2 那这条式 你找到AD 84乘2 除24 84乘2 除24 那就是7 跟刚才我们找到X7 就是一样 所以CD 就是39 减7 那又是32 那大家都是M-CM 那这条数据就完成了 明白 对不对 我会觉得这个会好一点 OK 继续吧 看看有什么题目可以跳 嗯 这条可能也是要做 第四题也是要做的 不过呢 可能不用做完 又或者可能我写快一点 好了 这一条它说明 它是一个right angle triangle 它要ordify the value of X 那所以必定的 快要写 Pyfagoras theorem 那这个hypotenus 那这个是二次 就等于另外两条边的二次 商家 这条式可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OK 这条 为什么我说这条数 应该值得做 就因为这两个expand 你们今年已经加油了 很怕你会不记得 很怕你会不记得 你也找到左边的 X加1 all squared 其实会是多少 是X squared加2 X加2 2X 乘1 再加1 squared 你好像不是配公式 你是不是A1B 212B 还是这个 是这个 是呀 你刚才说这个 是呀 非常好 你真的要记得 如果你不关心 我只会写X squared加1 真的不好啊 知不知 另外右手边 X-3A2 其实都是三个Terms 就会有X2次-6X加9 这个你千万要记住 麻烦 那何时用A加B乘A-B 何时用 你条题目里面有A加B A-B 你就用 乘开就是A2次-B 这条是不会用的 都没有 两个都是平A2 两个都是 好了 而左右两边也有一个X2 这两个会解锁了 抵消了 那我们DX都搬到左边 就是8X 而数字就是784 加9 就减1 所以792 这些运算 可以不跟到 可以 不行 8X等于792 慢慢看 那你把我-6X 加到左边 就是8X 你把左边的加1 减到右边 按摩 按摩 792 可以 OK 那别人叫我们 找一个Value of X 那我们计算完X 那就OK 没有单位 不需要写答句 这个数字做完 你记住 如果 其实真的是大机会 就是Perfect Square 要你做 Expand 主要处理 OK 我看看有什么 啊 其实 这条 其实这条 就不够做 不如我改一点 这条题目 因为这条题目 为什么不值得做呢 其实如果它原先 这条题目很简单 你一开始 在这个三角形容 就是用Pyfavoris 找CD 第一步 对不对 多少 不要理会 总之找到 然后第二步 你就在这个三角形容 用了刚刚找到的CD 那你就算到BD 所以我做完 所以这条数本身 就没什么特别 不过 我改一改去 我改一改去 我改什么呢 我 当 题目现在是没有这个数 没有这个三角形容 但是 题目给多了你的东西 就是告诉你 你听这一只都是直角 这一只是直角 就是本身这个是直角三角 最大的一个都 那它问什么呢 它问你 可能是 其实这条理书应该有的 它问你CD 你想想为什么 这条也是常见的 就是现在我改了这一条 想一想 没有头水 没有 OK 那我提你了 好吗 我提你了 原来这条数 是会和面积有关的 这条数你找CD 原来是会和面积有关的 我想问你 你知不知道最大的这个三角形 ABC的面积 为什么 六成八除二 是的 Area of 这个三角形 ABC 就是六成八除二 所以二十四 CM2 好了 而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 你要找CD 其实CD 其实CD 是不是当我们找面积的话 如果AB 当是底 CD 是不是就是高 是的 是不是 好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面积是24 那你知不知道AB 是多少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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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ABC 因为本身最大的三角形 ABC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他都可以用Pythagoras theorem AB二次 就会等于六二次加八二次 其实他都是三四五的朋友 如果就算你不知道 你按机会计到AB 应该是十的 知道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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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另一方面 你用10 就是AB作底的时间 CD就是高 所以底成高 除二 就应该有面积是24 那我们就计到CD 4.8 OK 这个你要记住 这个你要记住 这个都常见的 不过通常你们本书 应该都会有的 一个集题 好 我们看看11 多长 长方形指 这样打斜切 戒了 然后对接 接完之后 变成B的图 想不想象到 想象 好 不到 不到 摺纸而已 摺纸 他只不过是将 OK 这一块 就反了 就是反了上来 就是摺到这边 就这么巧 刚刚呢 就会令到有一条边 那条Edge DP那条Edge 刚刚就会令到D 对了 就是C在A 点那里 OK 而他就说 我当Cp的长度 叫做Xcm 就是这样 A part 要我们找Dp Dp in terms of x 很简单 其实就是 我知道 X square加3 Square等于 不是呀 什么呀 你想多了 为什么用二次方 喂 长度 CD本身多长 3 CD CD 他都没有说 长方圆 Rectangle 4 4 那CP是X 那Dp就是4-X 想多了 是的 那记住 要Cm 因为是length OK 好了 如果我写X square加3 square 等于Dp square 这个答案 是不是错了 这个不对 为什么你会用Pyfair Py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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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好 你看看B图 是吗 哦 OK 非常好 你只不过是 走快一点 但其实我怀疑A part 可能他真的会有两个答案 有可能 因为你说这个就是3 这个就是X 所以这个就是3Square加XSquare的开方 那就是root9加X是二次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A part 你试这个他比不比 但其实正常这个应该是B part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意思 哦 我们是不是也有两个不同的方法 可以写到Dp这条边 既然是这样 应该这两个答案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明白明白的意思 你4-X是Dp 同样你用Pyfair 你root9加XSquare也是Dp 所以这两个数值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条 关于X的一条 一条 你现在继续哪一题 B part B part A part继续了 就是4-X 括着C 现在B part 所以我们找Cp 找Cp 找Cp就是找X Cp不是 不是 那个 那个 DpSquare 减回 A C的Square 等于Cp的Square 其实你讲一个 和我这个是一样的 类似的 但是 9加XSquare 那个是Dp 是 是 所以 4-X 4-X 是哪里 4-X 其实不是Dp 因为 其实你刚才跟我说 CD是4 你知道 CD是4 我们只不过把CD分成两个 第一个是Cp 第二个是Dp 那Cp是X 另外一个就是4-X 那这条 关于Cp有什么事 关于Cp的原因是 因为它有X在 即是先把X 先把X B part叫你算Cp Cp就是X 我死了 你算到X 便算到Cp的长度 所以 所以 我们会将不同 两个写法的Dp 等于 那就会有一条 关于X的 即是 是 可以吗 可以 好了 而言之后 我本身是这里 而言之后 其实 我们不想要 Square root 所以我们两边 二次方了 但是小心 二次方了 右手边又是 二次方 乘开它 就是16-8X加X的二次方 等一下 我不认识 你仍然不认识 为什么这条式会写出来 不是 我不认识 你现在在做的 是什么 OK 我B的第一行 你明白吗 明白 因为我不想要Square root 我不想要Square root 所以我主动地 两边给二次方 那就令到开方根没有了 开方根和二次方 是否互相抵消 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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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说过 你root X的二次方 是X 同样你X二次方 的root 都是X 记得吗 记得 所以我 你想不要的root 我们就给Square 但是你给Square 你一给 两边都要给 然后就继续 继续 对 然后右手边 就会有完美的Square 所以你乘开它 乘开之后 你又发觉 左右两边 都有个加XSquare 所以它会禁止 所以就会有8X等于 7 好 第十二 那又是说了 题目 你记得 这里有两类 AB不同的 B是做Rationalized Denominator 因为你会看到B B是一个分数 分子分母都有开方筋 最主要就是分母有开方筋 我们是不喜欢的 所以就做Rationalized 不过我们也先做A part A part就是做Sympathize 记得 我们要做Circ的Sympathize 一定要找到 它开方筋里面的那个数 比如现在开方筋里面有98和50 有些什么Square factor 有些什么Square factor 其实呢 是否按不到 按不到 除非你有program 我就不觉得这个是需要program 那么大成长 需要啊 不需要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这个不好 不要太依赖 又不是整天真的会考 而且这些都要懂的 好 其实98 你可能会觉得难看 它有什么Square factor 那如果这些比较大 你又看不出那怎么办呢 可能我们退而求其次 就不找Square factor 而譬如它很明显是2的倍数 所以你把98除2 那你就会发觉 答案是49 而49 就是Square number 可以吗 49是Square number 7的二次方便就是49 所以原来98的Square factor 是49 OK 这一条的意思是 有时候我们不容易看到 那个数的Square factor 那我们没办法了 那我们退而求其次 可以找一些 可能不是Square number 的数去除一下 那希望慢慢找到Square factor 就是49 好了 而50 就简单了 它是25乘2 这里 好不好 那关不关LCM 其实这里不关LCM 这里不关LCM 但我老师那里 他好像有用LCM 那个之前的PDF 有一个PDF 它是他手上课那时导书那些 哦 你没让我기로 所以我不知道 但用LCM计算 是否算得到 你是不是说是 PCM 是短除 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98 49 就是7 就7 是如此 是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好 为什么? 好像这一题98那几好 那50吗? 那又是25之后5 如果我当是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有逢有两个 够两个就出一个 所以你就会计到 其实我再写下去 这个是7开方2,这个是5开方2 所以答案是2开方2 这个就是A部分,行不行? 不行 你开了镜头 你看看哪里不行 怎么变成7开方2 我用回我自己这个写法 我们下一步就会写开方49乘开方2 开方49乘开方2就有7 所以7乘开方2就有7开方2 OK 那如果李老师的这个写法呢 我们就说逢有两个就会出一个 那所以5是有两个 所以出了一个出去 2就只有一个 所以困住在里面 就是这样 OK 那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好 就因为 就是因为 比如好像B帕 比如好像B帕 那如果同样道理 我就是不是会找开方108的化碱 那可能如果你们的方法 不就是这样就除这个 那你会发现走得很慢的 就是这样 那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有两个2 有两个3 那所以呢 就会放那些什么出去呢 那就会有一个2出去 有一个3出去 然后开方3 所以答案就是6开方3 所以答案就是6开方3 你也是做法是这样的 那如果有3个2 有3个3呢 是有3个3 那所以有一个3出去 如果有3个2 4个3呢 OK 如果有3个2 4个3 可以开方 那所以呢 首先 这两个2可以出一个去 这两个3 会出一个去 这两个3 又会出一个去 那所以会变成什么呢 所以变成为 粉红色这个2 橙色这个3 绿色这个3 所以剩下一个2 混在里面 那所以就是18开方2 OK 即是假装这个意思 是的 而如果我的做法呢 就是想 开方108 有什么square factor 而108呢 108的square factor 很明显有一个是9的 你中间有学的嘛 there is ability 而9 如果108除9 就是12 而12仍然有square factor 那就是4 所以就变成为36乘3 我这个写法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其实你比较难 一开始就砰 一声就找到36这个square factor 那所以我们可能找到一些小小小的 就例如9 那但是你要小心的就是 你9乘12 你再要看一看 那12还有没有square factor 这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以我的做法呢 我第一步就会有开方36乘3 就是over开方5 那所以分子就是6开方3 over开方5 因为开方36是6 那所以就是6开方3分子 你这可以吗 可以 可以 那为什么右手边是计到18 不是不是不是 右手边那个108是计到6 哦 没事了 一样的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但是你还没做完的 因为我们说B part 是Rationalized Deluminator 我们说的麻烦地方B part 是分母有开方针 那所以这里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这里会做抗份 抗份的意思就是分子分母 同时配带同一个数 而我们的目标就是 配带完之后 分母就再没有开方针 那所以我们会上下乘开方5 原因跟我们刚刚上一节讲的一样 因为开方X的二次是X 那就没有开方针了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是会通过分子分母同时 配带同一个数 然后是按开始也是哈卡 就使分母就会变成为为不 ing 分母这里可以吗 可不可以 realise 而分子就会是6√15 因为有两个√3和√5 那就会大家一起√3 3乘5是15 这个就是答案 可以是吧 15 也是啦 Rationalized Denominated 那这次呢 那份母就是有一个开方14 而开方14 是没有Square factor 所以怎样呢 那我们就同样上下乘开方14 那令到份母就变成14 份子就21乘开方14 可以 可以 那其实这里接近做完的了 唯有就是这两个可以选择 就用7去选择 那就是3和2 这就是答案 可以 可以 好 好 这里 Mc 你 chicos 有看到这个题目 是不是 是 好 其实第一条有很多是变种的 很多是一样变种 但其实呢 他要想的 就是 0.0 A 0.0 A 連 mouvement 这根首颈 公共 Moving hem 然而我们会自己 ruled 一个价格是3个型 就是那个 OK 他比的23是整個 我當這個叫H 你看你知不知道 譬如EH是幾場 怎麼知道 G價 3 你知不知道H幾場 4 AE就是5 所以我就是C 這個真的很常見 我看看會不會 如果 如果不是3 4 5 沒問題 可以 我看過你這裏 DMC 不算太特別 他說Case 23分鐘 那就算長 很長 好 12 你搞不搞清楚什麼叫EH 搞不清楚 就是這樣的 E-Rational 就是Rational的相反 Rational Rational的意思 首先 分數 分子分母 分子分母是整數 分子分母是整數 類似這些 它就會是Rational 分子分母是整數 它就是Rational 如果Decimal 如果Decimal Decimal分兩種 一種是Terminate Terminate 即是有盡小數 譬如0.345 有盡的 都必定是Rational 第二種 Recurrent Decimal 循環小數 就是剛才你說的 上面有1點 好像現在Option B 2.3 1點 其實是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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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雖然它是沒有盡的 但是它是Recurrent Decimal 除了數 所以它也是Rational 可以嗎 可以 而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B就不會是Erational C也不會是Erational 因為B是Recurrent Decimal PerRational C是Terminate Decimal 有盡小數 所以它是Rational 不如這樣說 Erational number 通常是什麼 如果以中三來說 最常見 中二 中二 就是和Pi有關 或者和開方2 開方5 總之你按機器是難數的數有關 所以剩下一個A 有開方筋 D 簡直是Pi 這條數當然答案就是D 是不是 為什麼A 為什麼A不是 因為開方4 其實是2 所以它是整數 整數當然是Rational 可不可以 OK 和你看些另外一些 剛才第八題 即現在第八題 和剛才一條類似 是不是 它找什麼 它要我們找AF AF 就是這樣連同 同樣 原來我們會自己 這樣畫一個 直角三個人出來的 打橫打動這樣連同 它 畫得不太漂亮 你明白不明白的意思 嗯哼 隨便 好 所以我也是當這個H 我當這個H 你知不知道 A H和 2 A H是2 F H F H 是15 對 是15 所以你不是Pythagoras 你按機 就是2次加15的2次開方 所以這次肉酸數字是15點幾 15點1幾 所以我就開 15Square加2Square 幾開方 為什麼要開方 對 Pythagoras 15點1 是不是 可以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爭取時間 看看這個 這個和你剛才學校的 那個就是類似 摺紙 可以 他也是摺紙 事實上 怎麼會有共同 是相似 這個是相似 相似 你教了的 是嗎 是嗎 喂 有機會考的 說真的 是真的說不完 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又會 因為你二有知識 就算算說 你明天也有機會考的 說真的 是 他叫我們 即是 講 有兩個三個形 是相似 其實他講的不太清楚 他應該講的是 右邊的圖 就是 D F C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 F E F B 這個相似 其實就是這樣的 大家都是直覺三個形 可以嗎 其實不止 這隻也是直覺 這隻也是直覺 而這個是有用的 如果我當這個是FETA 那麼這個三個形 這個是不是九個度減FETA 什麼叫FETA FETA 角度來的 你當X都可以的 不過是本身 因為B part有X FETA呢 你今年就會看到的了 我們經常用這個符號 來代表一些角度的 不怕你適合這條問題 如果我當 如果我當 這個 叫A這樣計 那麼 在粉紅色這個三角形裡面 因為還有一隻角 還有一隻A 那麼這隻第三隻 就是九十度減A 是啊 好了 然後在這條直線裡面 這條直線來的 好了 我們已經知道有一隻是A 也有隻九十度 所以這一隻就是九十度減A 是不是 是Json N 是Json N 是的 然後在綠色這條直線 第三隻就是A 爲什麼 N3個圓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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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A 為什麽 那為什麼 這兩個三角色 Morgan 切開 直線 這是A Part 这两个三个人的角度对应全是一样的 都是90度,都是A,都是90度-A,那就A是A 这个就是A part 我B part,我不要那些角度幼化 可能这两个是一样的,都是90度 我们记得一样的 好了,他就说图里面的AE 我们当它是X 要我们证明这个关系式 你不要忘记,我们本身是有尺寸比的 就是在左边那边 所以这边就是20 而上面这条边 其实应该是20-X 对 其实是不止的,知道这条多少? 30 这条30 那之后呢,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EF EF EF是多少? EF是X 非常好,还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好,那搞这么多东西 那我们怎么做呢? 知道 嗯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个BF 用Pyf 我们用Pyf 可以找到一个BF 试一下找 这个答案里面有这个 嗯 所以原来我们是否应该 找BF 是等于开方的这个? 我找到了 讲 因为我是 就是我在你那条式 是调转过BF Square和X 所以我是 20-X 开口Square 减回XSquare 等于BF 是对的 然后左边就会加X Square 减X 然后就弱了它 然后呢 BF Square 那就变回BF 然后给Square 去旁边 就是开方 是的 但是怎么做到BF 那个答案呢? 原来跟AF 是的 AF 我们做了一些什么? 我们做了 Similar Triangle 所以我们 Corresponding Similar Triangle 那我们就有三个 括号 就是三个分数 应该说 对应哪一场 比例相当 好了 而其中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知道的 但我们最想 就是跟BF 似的 那CD 我们就知道是20 然后BF 就是我们计算这个 问题就是 我们应该用 哪个分数 好了 原来呢 我们就是要用 DF 和FE 就是第一个 DF是多少? DF 其实就是30 图里面看 那FE呢? FE 就是X 那交叉相成 弱了10 就已经答案了